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蒸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80克 然后先加入25克白糖 再加入三颗酵母粉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260克的葡萄面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最后我们再加入15克食用油 揉成团后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揉好后我们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的心理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揉好后再把它放到刷好油的盘子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肠温形发至两倍大 饧好后我们在表面先刷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黑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再给它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防止水蒸气的进入 然后再把它冷水上锅 开锅后用大火蒸3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蒸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添加剂 味道表面买的还要好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